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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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亚兰 今年23岁来自山东青岛 主持人好 我今天来呢是想象两年前 被我放弃的前男友杨阳告白 为什么这个男人被你放弃了 现在你又来向他告白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人 然后我想跟他说 杨阳 我爱你 我再也不会再说 我再放弃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来说一下怎么回事 杨阳他是一个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小伙子 可是我们在一起没多久 我发现他身上有很多毛病和缺点 让我特别不能容忍 什么问题 比如说 他没有责任心 没有进取心 还有就是他特别特别的不成熟 但是跟他说了很多次之后 他真的都没有去改 所以当时就很 也很难过 也很痛心地跟他提出了分手 然后两个月前我和他又一次重逢了 当时我和我那会儿的那个男朋友在一起吃饭 你后来又找了是吧 对我后来又找了一个男朋友叫袁庆 然后我当时跟男朋友吃饭的时候我碰到杨阳 我发现他变化特别特别大 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变化 真的让我特别眼前一亮 他现在开了一家小公司 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也算是有自己的成就 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男人就真的是变了 真的是变得像我理想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然后我觉得我对他的那份激情那份爱 又重新地找回来了 所以我就跟当时我的男朋友提出了分手 那我想请问一下 他变好了你有功劳吗 变好我觉得是因为我 因为你啊 对 为什么 两年前我跟他分手的时候 他特别痛苦 他打过电话跟我说 如果我不跟他复合的话 他就有什么自家的倾向 所以我就把他约出来 我就跟他说 除非有一天你真的能做到成长 你真的有责任心 你真的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你在体面的回来找我 然后在上次我问他 你是因为我而改变的吗 他告诉我是的 那如果没有遇见洋洋的话 你还会跟原青在一起吗 我就是想找心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就是这样 我没觉得有什么 就好像很诧异的样子 你心里很强大 我不行 我觉得我和原青 就是因为 你就是说起这个分分合合的时候 你脸上很平静 就像在超市里面 挑完这个 挑那个 挑完这个再挑那个 我就这种感觉 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人不可以太贪婪 也不可以太自恋 有个成语叫建一思千 知道吗 有可能是杨阳有给他 再次相逢时候的暗示 我们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有可能是他让这个女孩 又燃起了希望 又燃起了他心目当中 那个对他原来前男友的一点点的爱 问题是他应该燃起吗 他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了好吗 如果随随便便 谁都能这样燃起的话 那婚姻啊 什么爱情啊 道德啊 我们全可以扔了 他就是骑驴找马 就是吃了碗里的 看这锅里的 你要不要就不是爱洋洋 西装隔离了 有了小公司了 有点钱了 你才爱 这个可以完全 不可以归咎于物质上的问题 我自己本身 在了一条件就还不错 而且我现在是有自己的工作 我就是想找 心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就是这样 你追求那种完美情人 根本就不存在 你看谁完美 比较一下 然后你就挑那完美的 这叫建一思千 移情别恋 我们说一句非常实际的话 哪个女人不希望追求 更高更强更好 而我们的这个亚兰呢 她心目中完美情人 就是洋洋 但是她认为的完美 是完全沉浸在 自己的幻想当中 对不对 又高又帅又有钱 而且又要成文 又得懂事 又得有事业心 又得有上进心 这些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吗 这个就已经完美 到不已经存在了 这样就完美了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缺点 他有缺点 但是他的缺点 当时那个阶段是致命的 比如说他没有上进心 是问 哪个女人允许自己的男人 没有上进心 还有一点 你追求完美 请回答我的问题 请回答我的问题 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觉得平平淡淡 重重荣荣才是真 是吧 如果每一个人 都每天奋进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社会 也不太正常 所以 所以我能这么揣测吗 您的爱人 是没有上进心的男人 我的爱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我们过着平淡的生活 普通不是一个概念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很喜欢过平民的生活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圣女 为什么她会剩下 就是因为她总是见一丝迁 这山望着那山高 其实亚兰心中追求的完美情人 不是关于袁庆 也不是关于羊羊 是她心中那个自己描述的画面 她在追求画面当中 不断地迷失自己 什么袁庆羊羊 其实都是她的台阶而已 我们所说的逻辑问题是 你总是因为一个人的缺点而跟她分手 因为一个人的优点跟她结合 然后又因为一个人的缺点的改变 又跟她结合 这就好像成为了一种 成为一种什么呢 把自己当成一种买卖 这种买卖不是物质 而是对方的优点和缺点 图老师 事实是不是这样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你是因为羊羊而跟袁庆分的手 这就有问题 你不尊重袁庆 为什么你只要揪着袁庆不放 我们就是为袁庆打抱不平 怎么了 我就是不爱她了呀 不爱她还要跟她在一起吗 姑娘你是爱你心中那个 自己画面 自己创造的一个完美形象 无论她是羊羊也好 袁庆也好 还是哪个庆 你是爱心中那个完美的那个概念 两年前 青岛女孩亚兰与羊羊 原庆相识 而后 情投意合的羊羊与亚兰相恋 由于羊羊不求上进的生活态度 让亚兰最终失望 提出分手 等你实验有成以后 再来找我吧 几个月后 亚兰接手了一直悄悄暗不看的原庆 可是随着了解的深入 爱人终于现身 随后便与袁庆提出了分手 今天 亚兰来到节目现场 要跟心中的完美情人 羊羊大胆告白 那么 曾经被亚兰抛弃的羊羊 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手她的告白吗 我想问一下你 心目当中的完美情人是什么样 高大 帅气 有自己的事业 有兴趣 谁有 他们俩谁有 都有 谁好一点 羊羊 你确定她是单身吗 确定 那如果她有女友呢 她没有女朋友 我问她了 我亲口问她了 对 去吧 我问一下你 如果羊羊今天不来 你怎么办 她因为我而变成现在这样 因为我的一句话变成这样 她怎么能不来 问题就出在这 听什么你说你能你就能 你说你不能你就不能 你来你就来 你不来你就不来呢 她今天就不来 你怎么样 她一定会来 如果她来了说她不爱你呢 不会 不会是吧 还是不会 我想象不到 哎呀一个人要是太过自信 就死到临头了 如果她真的那样 那 那她爱谁呀 如果羊羊和元庆都来了 元庆 他 他怎么可能来 我也没有告诉他 我要过来呀 这个门很神奇的 总有人会经常主动 找到我们 懂吧 再加上他们俩又是朋友 如果元庆和羊羊都来了 羊羊说 虽然你激励了他 有他今天的成就 但是呢 他已经有女朋友 而元庆说 他还愿意原谅你 继续跟你在一起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首先这事情不可能发生 因为我之前我亲口 向羊羊证实过 我问他你有没有女朋友 羊羊他亲口告诉我 他摇着头告诉我没有 我只是跟你猜测一下 好吧 来让我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安静 我 protects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间这位女孩子是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竹子 我是羊羊的女朋友 谁的女朋友 我是羊羊的女朋友 羊羊的女朋友 对 你觉得很可笑吗 你什么意思呀 她真的是羊羊的女朋友 我跟大家讲她之前就有 跟我打电话说羊羊有女朋友 但是被我骂了一遍 她就不非是想跟我在一块吗 都是真的 她真的是羊羊的女朋友 我真的是羊羊女朋友 是羊羊你谁呀 不是 你能不能冷静一下 我今天 我现在很冷静好不好 是你自己不信 我在底下是和你说过吧 羊羊她不爱你 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怎么会不爱我 她爱你吗 你知道吗 羊羊亲口告诉过我 她没有女朋友 她亲口跟我说的 你知道吗 就在上次吃饭的时候 她跟我说的 我觉得很可笑 你们来这个舞台干嘛 我问一下啊 我问一下啊 袁庆你干嘛带着羊羊的女朋友来 因为我私底下和亚兰说过 我说羊羊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可是亚兰不信 她非要来这我没办法 就把她带来了 我今天来其实主要目的就是 我不想亚兰再这么执迷不悟 这么自己先伤害自己 谁执迷不悟呀 我觉得袁庆她是真的爱亚兰 她拜托我过来 帮亚兰跟亚兰说一下 就是证明一下 我跟你没可能了 你还要我再说多少遍 我跟你没可能了 你们真的不可能在一起了 为什么不可能在一起 她爱的是我 你怎么就知道 她爱你的她还能找女朋友吗 她跟我说 亲口跟我说她没有女朋友的好吗 你觉得她会骗我 她为什么要骗我啊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羊羊一会上来了 直接把她领走 或者直接拒绝你 你怎么办 你不觉得丢人吗 不可能 你说你是羊羊的女朋友 对 何以为证 我来到现场 你来到现场 我为了她来我就是证明 杨阳知道你来吗 杨阳她肯定知道我来 她今天陪我一起过来的 杨阳也来了 嗯 她来了 那我问一下 你还要坚持要杨阳上来 对 如果杨阳上来了 真的如她们所料 那你真的很难收场 不可能 你以为 附老师你不了解她 原浅 你为什么一直这么执迷不悟呢 是谁执迷不悟啊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看她来了会怎么说 你看她是把她牵走 还是把你牵走 这个男人是真的爱亚兰啊 他到这会儿呢 还在为她当过待会儿 会不会没面子考虑啊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敢相信我 不不不不不不 我们一直在试图为你考虑 杨阳起口告诉我 她没有女朋友 好谢谢 那就让杨阳来说嘛 她告诉我 她一切都是为了我才这样 那你要不要开门 我要 真的要 对 那你去吧 我再确切地问你一次 真的要开啊 对 无论什么结果 对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一 请安见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三 四 五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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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今天来的目的是想跟亚兰说一下 咱们两个 她是谁 我女朋友 你不是告诉我 你今后告诉我 你没女朋友的 你不是想跟我说的 亚兰真的是我的女朋友 但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没有女朋友 那杨阳说清楚 为什么之前要说自己没女朋友 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没有女朋友 你要是告诉我了 我也不会来这儿丢人现眼 你告诉我 真的很对不起亚兰 我当时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 脑子一热吧 她突然得到了前女友 这种认可以后 她自己内心的一种 对自我的一种安慰 是她关于被你甩掉以后 她心里一直有一种情绪 一直没有过去 看到你的前女友 又这样的热心的到你跟前来 你那份感觉 好像又被认可的时候 你心里有安慰了 你又证明自己是可以的了 所以你在过程中 你那个脑子一热 实际上你心里边 那个自卑 从自卑感到 有一点自信感的 那个过程 是这样吗 算是 真的很对不起亚兰 我当时我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你骗人 那么我再问一下杨阳 你怎么可以 你要不要接受亚兰的告白 她今天来是向你告白的 不要不要 不要告白是吗 我的心里已经没有她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们在一起真的已经一年多了 没有再骗你亚兰 你骗我你天天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跟我说你爱我 杨阳 你别吃了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冷静一下 杨阳 你和我说 你好跟我在一起 你应该接受这个事实 你现在和杨阳已经结束了 杨阳冷静 我到这个舞台上我容易吗 我那么要扯的一个人 你要接受现实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又懂得珍惜身边的人 你为什么要骗我 杨阳当初 你为什么要骗我 当时没有说确实是因为我的错 但是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了 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两年多了 我希望你能放下这段过去 你没有跟我说的样子 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两年多了 杨阳 我希望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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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爱一个人有错吗 我觉得一个女孩 如果有一个男生 他愿意为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你就应该接受他 你们走 你们走 你们好好把握给你的幸福 也希望 你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们走 你 怎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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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怎么 为什么 每亲人的亚兰 来到现场 向她告白 因一时冲动 而心怀欠救 杨阳让自己的女友 陪着多年的兄弟元庆 来到舞台 试图让亚兰 放下旧情 与原庆好好生活 而亚兰在明白这一切后 能否放下自己任性的冲动 亚兰和原庆之间尴尬的恋情 又将何许何从 你看你了 她不可能带你走的 她已经走了 她领的是她的女朋友 你们为什么要我 请我来骗我 老师可以留点时间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想跟她告白是吧 我做做什么要骗我 我不做了真心爱一个人 亚兰你愿意接受原庆的告白吗 我先站在这 亚兰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能转过来吗 亚兰这边这边这边 其实我最懂你 你心里啊一直有羊羊 但现在呢 你尝到了一个什么自己酿的苦果呢 当时你怎么甩的羊羊 羊羊当时被你甩的感受就是你现在 可能我没有骗她 我还是爱她 我是因为看不到未来 我是被逼无奈 我才跟她分手 不能跟一个无所知之的人 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 我问你 你别哭了 羊羊走的时候说了一段话 你可能没听太清 羊羊说 其实我跟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 你和竹子 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 竹子包容她的这些 你所谓的不上进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 同样是两个男人 羊羊不能够包容你的缺点 她跟竹子走了 而圆庆能够包容你的缺点 那你到底选择哪个男人 包容就一定是爱吗 那你 你平时 你连包容都没有 那还叫爱吗 爱之后才可以 所以像你这样的人 是万万不懂什么叫包容的 我当然不希望 你一定跟圆庆在一块 但是我觉得 你有必要尊重圆庆 说出他自己内心 想说的话 好吧 反正你爱听不听吧 也不需要通过你 允许不允许了 我允许他说 好吧 接下来是圆庆的告白时间 然后是圆庆的 广庆的换个人 什么都不需要 你呢 你呢 什么都不需要 我一样的 把杨阳找来 对不起 我真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见了 杨阳她根本不爱你 她已经跟竹子走了 爱你的人是我 我心也死了 我希望你能明白 真正对你好 真正用心去爱你的人是我 所以我今天才来到这儿 我想让你看明白这一切 是 杨阳现在已经变成你口中所说的完美情人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她可能以后还会出现更多毛病 我觉得两个人能在一起一辈子才是真正的完美 可能你觉得你今天很丢人 但是我感觉我比你更丢人 我觉得我今天我特别丢人 就因为你 我什么都愿意 你知道吗 刚分手的那段时间 上班 开会的时候都在想你 我走到哪都想你 甚至我跟我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我也在想你 今天有没有睡好 吃没吃饱 天冷了有没有多穿衣服 我老板 我做得很累 你做得到 我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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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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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